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比山高,比海山 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 甘心给,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点燃我 心中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天天亲爱的朋友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非常高兴,在今天呢 和你分享了这首 盛小梅所唱的《活出爱》 哇,我觉得每一次听 《活出爱》啊 心里面就好受激励 好受鼓励哦 《活出爱》呢,让我想到了一件事 很多人以为啊 只要有权力 就可以为所欲为 让自己很快乐 但事实上呢 很多人拥有了某一种权力 却因为不懂得怎么样来 使用这个权力 为自己和别人带来的痛苦 像是金钱 或者是名誉地位 又或者是武器 或强大的军队 这些呢 都是一种权力 但是啊,世界上很多的痛苦 却是因为不当地使用 这些权力所带来的 但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三种力量 这三种力量啊 跟名誉 财富 地位 这个金钱等等的 很不一样 这三种力量 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 今天Easy谈生活呢 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三种力量哦 第一种力量呢 是了解 了解的力量 当我们拥有了了解的力量 我们了解自己 也了解别人 就会明白自己的痛苦所在 也会了解别人为什么痛苦 有一句话说 倾听中有爱 了解中有医治 哇,当我们去了解一个人 或是当我们自己被人了解的时候 会有被医治的感觉 这份了解呢 可以释放恐惧 释放愤怒 释放绝望 而且我们的心里面呢 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也使我们呢 有爱人的能力 所以第二种力量呢 就是爱 这个爱呀 就好像这个 很大的这个江河 试想一件事情 把一搓盐巴 放进碗中的水搅拌 这碗水喝起来 一定会很咸 可是如果我们将 同样的盐巴 放进广大的河水里 这一搓盐巴 不会让河水变咸 这就是爱的力量 好像河水一样 我们的心会 渐渐变得宽大 有空间 可以容纳每一个人 当我们的心 充满爱的时候呢 些微的烦恼 或是让我们痛苦的事情 就好像这一搓盐巴 撒进了河里 不会真正干扰我们 也不会让我们受苦 爱的力量 也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 可以去帮助别人 去看见别人的需要 这个爱的力量 使我们呢 不会去跟别人比较 使我们可以放下 所以第三种力量呢 就是放下 不执着 不跟人比较 不贪心 这个放下的力量呢 使我们可以 做一个自由的人 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都有这个 贪心的力量 我想这个就是 圣经说的罪 这个罪呀 给我们带来 很多很多的烦恼 可是呢 上帝却要给我们的是 完全不同的力量哦 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力量 就是了解跟爱跟放下的力量 这三种力量 可以使我们获得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自由 可以让我们过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我就想到 曾经有一个单亲妈妈 在婚姻当中 受尽了很多的折磨 自己呢 又度过两次胎 然后罹患了子宫肌瘤 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 可是在她最绝望的时候 她遇见了上帝 上帝的爱 医治她的心 让她明白 原来自己活着 不是来受苦 原来上帝 有奇妙的计划 要使用她的过去 要使用她这个人 成为多人的祝福 所以当上帝的爱 进到她里面的时候呢 哇 她里面呢 就被这个爱的能量充满 使她可以了解别人 可以去爱别人 使她可以懂得放下 放下原本心中 对婚姻当中的痛苦 伤心跟愤怒 也放下了过去对自己的那份羞耻感 所以她现在过得非常的喜乐 过得非常的自由 而且帮助了很多人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活出这三种力量吧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有一份爱 从前而来 你闪高 你还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把心中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稿的爱 耶稿的爱 祈礼我 张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 耶稿的爱 耶稿的爱 别人我 心中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有我 感性给